中華環球購物中心 哈囉 我們現在在 中華環球購物中心的四樓 今天要跟家人一起來吃火鍋 把它拍下來幾乎跟你們分享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今天要吃什麼吧 環球購物中心他們有接國車 然後開車來也非常的方便 因為他們停車場非常的大 我們今天一家四個人來吃 所以有一個套餐是厚狂兩人餐 所以有一個套餐是厚狂兩人餐 這個是他們暑假限定的套餐 他們有肉35盎司 因為只有肉 那巴海的話他們這邊海鮮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他們的海鮮套餐拼盤這些 基本價格都是280元起票 只吃肉不夠還想吃海鮮 只要加點後面拼盤就變180喔 那如果說35盎司的肉 你們還是覺得不夠吃 肉類也是7、9折 肉黃燙湯他們的湯頭主要是 香菇跟昆布兩種 那他們這邊有很多很多種 不同的口味可以選擇 所以如果想要換 湯頭的話 這邊有說 這邊有說 每個人只要加50元 就可以更換不同的湯頭 等於說 比如說我們一桌有4個人 等於只要加200塊錢 就可以再換另外一個湯頭 以人頭計算 暑假限定 所以現在趕快 揪朋友或是家人一起來吃吧 另外一份是這個海潮 二人潮 然後有海鮮跟肉 另外呢 現在週一到週五 五點前進場 單位消費只要有600元 然後你們有中永和板橋的證件 就會送八隻大蝦子 很新鮮喔 然後呢 如果有來看電影的話 還送哈根達斯喔 所以平日來吃 非常的優惠 哇 這邊的菜盤超級豐富 滿滿的 而且是以蔬菜為主 牛子的小王桌 我比較喜歡這樣的菜盤 因為我本身沒有很喜歡吃火鍋料 所以滿滿的蔬菜看起來就很棒 醬料的部分呢 會送上桌 我應該是也許照去做調整 這樣子呢 就不用離開桌位 桌外或是上面 就可以很好吃的醬料囉 這就是我們今天點的湯頭 店員很推薦的牛奶鍋 跟麻辣鍋 因為我媽媽很愛吃飯 然後呢 另外一邊是 藥膳跟番茄 四種湯頭我都喝過了 牛奶湯很香濃又甜甜的 是我很喜歡的牛奶鍋的味道 因為我很怕去外面吃火鍋的時候 吃到那種牛奶湯是 淡滷水你知道嗎 這樣這種牛奶鍋 怎麼可以叫做牛奶鍋呢 所以呢 這邊的牛奶鍋 很好喝 然後呢 他們的麻辣湯有辣 我剛剛一喝下去的時候 就有點被辣到 然後裡面有豆腐跟鴨血 是可以無限續用的 它這樣都很香 不會太鹹 喝起來很舒服 而且湯頭濃度適中 然後是很自然的番茄味 四種湯頭都很不錯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牛奶跟藥膳 你們最喜歡吃哪種湯頭呢 下次來吃吃看吧 哇我們的肉盤來了 有沒有很豐盛 很豐盛 我們的海潮的海鮮烘盤來了 很豐盛 很豐盛吧 有鱸魚耶 然後這邊是白金蝦 顛絲蝦 還有魚下巴跟蛤蜊 這邊還有那個小卷 因為我們今天是平日來吃 所以這邊就有 週一到週五的那個 都會送蝦蝦的 你看 size蠻大的喔 很漂亮 公有八隻 其實給的很大方對不對 所以呢 平日來絕對有划算 我現在才發現他們的盤子是貝殼耶 好可愛喔 這個是店員推薦說好吃的牛胸肉 然後我剛剛煮很喜歡喝的牛奶湯 來吃吃看 那牛肉呢 軟嫩但是不會散散的 而且呢 吸了那個牛奶湯底之後 非常的甜 牛肉煮牛奶湯 讚 他們這邊的湯底都非常的夠味 肉蒜過之後 就很有味道 好像不太需要醬 醬醬很好吃耶 接著呢 這個沙朗牛 我把它試試看煮麻辣鍋那邊 喔 它的麻辣鍋是真的有辣 因為肉煮完之後 身體來 也有它的辣度上 味道非常的夠 這邊不是麻辣鍋專賣店 但是他們的麻辣湯底 我覺得是好吃的 而且是大度夠的喔 這是我媽咪 嗨 因為我媽媽呢很喜歡吃辣 所以呢 今天這個麻辣鍋 就是媽媽點的 這鍋底啊 他們麻辣鍋 有辣嗎 這個都 好吃 有辣 不會啦 因為我媽媽算是蠻會吃辣的 所以如果他說有辣的話 其實這個是有辣的鍋 你們看這蝦子 你拔的部分輕輕鬆鬆就可以把它拔出來 代表說它很新鮮 所以很好脫口 阿天 媽媽吃吃看好不好吃 鮮 鮮 鮮 嗯 有吃鮮嗎 嗯 肉質很Q彈 很好吃 吃他們的鱸魚 鱸魚 鱸魚也是新鮮 有它的那個 魚的鮮甜的味道 沒有什麼土味什麼的 好吃 巴海這邊呢 他們的海鮮是真的表現都很優秀 很新鮮 而且都很鮮甜 所以呢 如果喜歡吃海鮮 就來巴海這邊 一定要點 好肥啊 肥好肥啊 好肥 好吃 很新鮮 裡面有海的味道喔 好吃 發冰 這是什麼 檸檬冰 兩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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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可爾必斯 你那個先寄我一下子 可爾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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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因為工作 班尼開家之後呢 我每個月還是會抽時間 跟家人一起吃飯 那今天吃的巴海石草呢 他們在份量上面都非常的足夠 我們一家人吃的超薄 然後肉品跟海鮮都非常的鮮甜 湯頭也很好喝 好啦謝謝你們跟我一起吃飯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個讚 我會很開心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跟著我一起吃完還樂 快樂過生活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Bye